我覺得真的如果是很好的朋友 你已經把他當成是家人了 所以你不想要他遇到任何不好的事情 真的會心疼 對 真的會直接說 但你也是會直接說 如果你的閨蜜是遇到這種壞朋友的話 對 如果是很好的閨蜜真的會直接說 可是你不怕說跟他講他會覺得 對 可是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你要先顧慮到他的情緒 然後理性的話要放到最後